好那各位是大家好 就是應該多數 助言醫師應該都認識我 那如果是今天過來的學生可能相對比較不熟 那就是等一下會稍微簡介一下我自己 然後今天就是這個高教生根的系列課程 所以當然今天有學生還有助言師還有我們PGI 那今天的主題是動態的超音波的根管導航 那如果曾經有應該最近是比較熟就是我之前也有搬過幾場相關 就是不管是導航動態導航還是靜態導航的課程 那今天的重點就是超音波的導航 那我是高一的數據會議師 好那我是中三畢業的啦 在高一念碩士 那就OT跟ADO的專科 然後剛剛有同學不知道我有頻道 就是掃一下QR Code就可以找到我的頻道 好那頻道內容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 就是我在演講的內容 或者是算是一些教學的內容這樣子 好那就接下來就開始我今天的內容 好那就是OUTLINE的部分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就第一個部分是會簡介一下那個 Dynamic Navigation的一些由來 還有就是它的操作的原因 的過程還有它的原理啦 好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今天會用的 Navigation 就是導航的系統叫做100 100它的名字叫做Iris 100 好那這個System其實跟學校那邊在用這個Dancing 修改過Dancing那個車牙模擬的那個其實是類似的 好那第三個部分是會有一部分是臨床的Case 就是包括Paper的Case 還有我自己做的Case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Hands on 好那Hands on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分成兩邊 好一邊是就是PGI以下 然後這邊是中醫師以上 好那因為就中醫師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做到說就是大家最近是可以 今天把導航推過來好就當成顯微鏡 我要用的時候就是可以拿出來用這樣子 好那首先從第一個部分開始 就是從Introduction開始 那首先要知道所謂的靜態動態 靜態導板跟動態導航的概念 靜態導板就是說我們會 做口腔掃描然後去拍斷層掃描 然後做一列一個導板 那我們在車牙齒的時候就根據這個導板 用鑽下去 其實跟植牙是類似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動態導航就是今天看到的 它有兩個 有兩個鏡頭它會 tracing你的 你的動作 讓你在操作的時候就可以做一個定位的動作 那這個是實際上這是一個靜態導板的一個流程 就是我們今天病人進來之後 我們會 請病人去拍CT 去拍斷層掃描 然後會做口掃 動態導航不見得需要 那 口掃的檔案跟CT的檔案 它會把它疊在一起在電腦裡面 把它用軟體疊在一起 然後你一樣會規劃一個 你今天要ANDO的一個路徑 然後 接下來會設計一個 要ANDO一個導板 你把它裝到牙齒上面之後 就可以鑽下去 就可以鑽這個洞 好 那這邊就是 我們在操作不管是動態導板或者是靜態導航 它就是一個其實就是一個reality跟Digital的一個 交互的作用 就是你今天在治療病人是你在限時 那你今天就是在軟體面規劃就是它在數位的世界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你看這個鏡頭下來就是我們會有 reality的話我們要 要依靠CBCT的scan 或者是oral scanner 把reality的資訊就是轉到電腦裡面 變成數位化 好 數位化的資料我們在電腦裡規劃 規劃完之後 我們要依靠就是navigation 把它 或者是3D列印這個技術 把它實際上應用到 病人身上 所以這是一個回圈 就是你 先經由空病CT 把數位的病人的 狀態數位化 那接下來在 用navigation跟3D列印 就是讓它可以這些資料可以回到 現實來 那在動態導廊來講比較早是 1889年 這位是一個 Z 這個不太會念 這是一個俄羅斯的意思 那早期它其實 是其實就做一個框架啦 那就是在開腦的時候 它可以鎖在頭上面 然後可以去做定位 但這個時間點其實沒有X框片 那後面會有X框片 那接下來有開始 就是 進一步到 1908年這個時候 他們就是用 猴子去做實驗 那這個時候也不是X框片 他是把猴子的大腦剝開 然後就是根據這個 隔線 在隔線上面標記說你想要去治療哪裡 然後他是用一個電子 就是在他的小腦 的地方 其實就是放電 然後把他的小腦 算是損壞 實際上去測量 去說 那我今天用這個架子架在上面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去 治療這個地方 那到了1947年 就開始 因為那個時候 X-ray就發明出來了 那接下來 其實還是一樣啦 他是一個固定的 然後一個籠子 那 這個地方 就是會 這個東西會鎖在你的大腦上 鎖在你的 顱骨上面 然後去拍攝 S-光片 然後做定位 那這個時候就有X-光片 但是就是2D的 那到了1983年 我就開始有這個CT 那這就是有CT之後 他就是一個3D的 所以他就是一樣把 就是把一些螺絲什麼的 就鎖在頭上 然後去拍CT 那接下來你就會有切成 你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做定位 那到了後來 就是Friendless 大家會覺得說 定的很可怕 或者說要鎖上去 那接下來他就是固定在一些比較 簡單的地方 然後他會用這個 這個三個 小方形 是 是camera 就是他是攝影機鏡頭 那你的其他的東西 他可能是 你的這些點上面 他不會 自發性的發出一些光 或者是一些音波 那他這個camera 就是去Capture 你的hand piece 然後就可以做追蹤的動作 那這個就到比較近代了 大家可能還 就現在 神外啊 或什麼還有在用 他這個是一個超音波的矩陣 就是他是超音波 就是圍在上面 那你的 你的器械 會反射 或者是接收這個超音波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做一個定位 那這些都是實際上 到現在2020年這個神外還有在用的一些導航系統 那這些導航系統 其實就跟你現在看到的是 非常類似 那當然這個是神外的系統 那100他們家也有神外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是 就是1991年就是一開始當初有在做質額規劃 比較早的時候 軟體的一個影像 那到2000年的時候就是 這個其實你看這個 鎖在夏惡谷上面的Tracker 跟這個我們放在Handpiece上面的Tracker 其實跟現在在用就很像 等下大家就看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就在2000年的時候這個東西其實就已經初步成型了 那這個東西原理 其實是跟導航的原理其實是跟衛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講GPS 或是叫做你今天在用的時候 在用在開車的時候導航 就是叫navigation 那他其實就是 基本上你有三個以上的衛星 其實一般衛星定位可能要到四個 三個到四個 那他就是 衛星他會發出發射出電磁波 那你今天他電磁波裡面帶有一個時間的戳計 就是他發射的時候他裡面會告訴你 這個電磁波是幾點幾分幾秒發射的 那你在站在這個點的時候你的你的 比如說你的手機 你站在這個點這個一號衛星發射的 接收到 你的手機接收到跟二號衛星發射的你的手機接收到跟 三號衛星發射的你的手機接收到 他裡面會有個時間戳計 所以你會知道說你距離就是你用這個時間戳計去 反推你今天跟這個一號衛星距離多遠 然後跟二號衛星距離多遠跟三號衛星距離多遠 然後這三個點交集出來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解答 你就可以知道你今天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導航也是一樣 他就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他今天 他是發射光 然後反射或者是 接收就是反射到你的鏡頭裡面 然後根據這個 資訊 去獲得你今天 Handpiece 的一個角度 一個方向 一個位置 前面這邊講完就是 初步大概建立就是所謂的Dynamic Navigation 一個概念 接下來會介紹我們今天要用的100的一個導航 這個是Iris 100的機器 都擺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 他有一個tracking的unit 包括他的 他的鏡頭還有他鏡頭周圍那小圈是紅外線的發射器 應該是紅外線 他發射出來之後他的handpiece會反射回去 他就接收到 這個是handpiece 這個是他的機器 等一下我們所有的hand on的學員都會用這個 然後注意事特別要注意 注意事要練到可以自己操作 那他就instrument的就是這一支 instrument的這一支是用來 註冊你的超音波或者是你的handpiece 然後 第二支handpiece 就是他接在 等下會示範會接在我們的 超音波的後面 最後這個patient patient tracker 就是 這個小小的東西會咬在病人的牙齒上面 然後他會有一個 一個轉接頭接出來接在下面 可以看到這三個上面都有一些小白點 那這些小白點就是他的機器用來反射紅外線用的 那他的小白點的排列方式 或什麼就是 在他機器裡就有設定 他capture完之後就知道你的handpiece 你的patient在哪邊 那這個是 一個校正的動作 等下會實際上會 示範 那他像超音波的話 他就是會有一個小小的凹點 他要把他抵在上面 然後 給那個鏡頭看一看 鏡頭在那邊抵著 然後給鏡頭看一看 鏡頭看一看之後就知道 你今天 你的tip多長 你的超音波的角度大概是怎麼樣 那接上去 我們的 文科的超音波 接上去就是要長這個樣子 那他屁股接在後面 然後patient tracker Tracker的話就是這個小小的東西 咬在他的牙齒上面 任何形式就是你用比較 堅固的硬膜材 或者是 by material 像是all by 就比較硬的一些material 就咬在上面 就重點是 讓他固定在牙齒上面 不要晃動 然後 他一樣就一個轉接頭 出來之後 就是你的tracker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 就是等一下要執行 實際上要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過程 就 其實就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註冊 第二個步驟就執行 然後右邊這邊是 這個 軟體的介面 他其實也 以100的設計其實也不錯 他就是從上面 然後一步一步做到下面 但是其實 沒有每一個動作 沒有每一個動作都要做 所以我現在就拆開來講 註冊的部分 跟執行的部分 首先註冊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intrument intrument的 registration 在用超音波的時候 因為 我們的超音波 比較舊 你如果 出太大的力道 他就是他的tip會外掉 所以 等下在註冊的時候 不要太大力 另外一個就是 你如果超音波tip 本身比較細 你出力的時候 他也會外掉 外掉你在註冊的時候 就不准了 這第一個 所以註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做 instrument的registration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他有兩種 一個叫做 Auto Feature Registration 跟 Feature Point Registration 我覺得這兩個命名 怎麼說呢 就是有點confused 那這兩個registration 只要選一個做就好了 不用兩個多做 那 Auto Feature 他是 你把超音波拿起來 在牙齒的表面上畫 你在畫的同時 他就會 在電腦裡顯示一些 就是你在畫的過程 他會有點像是在掃描 這個表面 那就會把表面畫出來 就是Auto Feature Registration 那Feature Point 就是你抵住一個點 然後定在那裡 然後給 機器 可能算是拍個照 多定幾個點之後 他就可以註冊完成 那這兩個只要選一個做就好了 只要選一個做就好了 然後 執行的部分就是 有兩個 一個是Navigation Mode 一個是Guidance Mode Navigation Mode 就是說你拿起來之後 就沒有 你就沒有設定質體 你到處 你點哪一個點 他就會在導航上 看到哪一個點 主要超音波 我覺得用這個 Navigation Mode 就可以了 然後執行的部分 就是Guidance Mode 就是你今天會在軟體裡面 設計 一個 植牙的 位置 然後你在轉的時候 你會 他的界面會變成 根據那個植牙的位置去轉 那主要就是用 High Speed或Low Speed 在植牙的時候 再去使用 所以這個是整個 100的使用流程 首先你要scan 就是去拍 Combin CT 第二個你要Plan 就是 看你如果是用 High Lows Speed 就是放置 直體的位置 如果你是用超音波 比較不需要Planning Registration 就一樣 你要去做 器械的 註冊 然後去做 Auto Feature 或者是 Feature Point 其中選一個 做病人的註冊 接下來 你就開始做 Navigation 其實就這樣 其實 概念沒有差很多 這邊額外提出來的是 像我們之前用的Sky 它是藍光 大家如果有印象是藍光 今天用的這個是紅外線 所以我們上次在使用 紅外線 我們就是用 搭配 顯微鏡 同時使用 導航 的時候發現 因為我們的顯微鏡是 乳素燈 乳素燈它的光譜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除了可見光之外 它可能紅外光就是上面還有一些紅外線 所以 所以你有時候在 就是乳素燈你在照的時候 你會就是家裡的台燈 如果是乳素燈 你在照你會覺得熱 那個可能就是紅外線 所以這個紅外線就會 它會有點散射 就會影響 100的導航 Capture 所以我們今天在用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 上次有試過 如果我們今天 你如果今天像 這台顯微鏡 它是LED燈 那它沒什麼紅外線撥斷 那就沒有關係 就直接用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顯微鏡 是 我們家的顯微鏡 是乳素光 那你就要把它轉到綠色的濾鏡 轉到綠色的濾鏡就是這邊 就是綠色的 手速的濾鏡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手速濾鏡轉過來之後 它就是會把 你就會看到它的 黃光變成綠光 那就是它把這個黃光上面這邊就 格掉了 它就比較不會有紅外線的問題 這樣子 這個是 講給注意事聽的 好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在註冊的時候 註冊點 其實你用哪些 你選哪一些註冊點 是會影響你導航時候使用的精準度的 那註冊的部分 老師好 老師打來照相 註冊的時候你選的點是會影響最後的精準度的 你註冊完之後一定會先 放幾個點 確認一下這些點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要講的是我們在註冊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這邊是一篇 paper 那它的嘗試就是說 它一樣都做 它做兩個sprint 左邊的sprint 牙齒是咬在一起的 那右邊的sprint是牙齒是張開的 但是它一樣都你咬住這個sprint的時候 上下的牙齒會被固定起來 會被固定在一起 那其他這些小點點是用來 用來驗證它到底 這個註冊到底準不準 那 它這邊就秀出來 藍點的部分是它用來註冊的點 就是說它在像左邊這個是牙齒咬起來 那它就選幾個點在 咬起來的牙齒周圍 去註冊 然後牙齒張開的時候可以看到藍點就變成好像 像這你咬在一起因為我們註冊大部分都是用牙齒 咬在一起你能選的就只有大概這個範圍 張開之後你就會發現這個範圍過大 範圍過大了就是可以看它其實在 在靠近你註冊點的地方都是準 但是到了後腦勺的地方就變成不準 所以這個是咬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 註冊點在後腦勺就變得比較不準 就是到了後腦勺的定位 就比較差比較多 那張開的情況底下 在後腦勺狀況就比較好 這個代表什麼我們後面再繼續講 那這邊它提出來的重點就是說 它這幾個點 你今天比如說選了五個註冊點 它這五個點會在三度空間裡面有一個所謂的重心 就這個有一點關係到數學 重心就是像右下角這個圖一樣 你在挪動 就是你的註冊點在每一個地方 像這個是2D的 你實際上註冊是3D的 在2D你在移動每一個點的時候 這幾個點它會有一個數學上的重心 它的點就是說這個數學上的重心越靠近你今天要操作的地方 精準度是會越高的 那它這邊左邊跟右邊一個是 咬在一起的 就是說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斜率比較大 就是 慢慢的越來越 就是斜率比較大就是相對來講比較不準確 那它後面我會再解析為什麼 那斜率比較大的情況底下就是 當你的距離越遠的時候 就是你的 當你的 在操作的地方離你的註冊重心 越遠的時候 就是會越不精準 那接下來看一下它實際上就舉幾個例子 白色的點是它用來註冊的 所以就是像左上這個A圖如果我今天註冊的點都是在 額頭的地方而且是就是沒有下來的 那 黃色跟紅色就左右邊這個圖表就代表它的誤差 所以黃色是有一點誤差但沒有很大 紅色就是誤差很大 那比如說藍色就是誤差很小 然後綠色就是誤差是非常小 所以看這個如果你今天選註冊點都選在額頭 那你的薩克股這邊就會差的比較多 那如果你今天註冊點看C圖如果註冊點全部都選在上額股的地方 那你的額頭就會差的比較多 就是你註冊的越接近它就會 上面就會差越多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所以它這邊就選了 很多點在 E圖的部分它就選了很多點在上額股的附近 然後額外選了一個點放在額頭這裡 所以結果怎麼樣就是它在 右半邊臉這邊都是比較準 但是左半邊臉就是左上這邊就比較不準 這樣大概有個感覺 那像這一個圖 G圖它就是選了很多點在上額股 然後 左上臉這邊 就是額外選了一個點 所以它左上臉這邊就比較準 然後這邊就比較不準 所以 我自己就是根據這個 其實它 沒關係這個我們跟大家講 其實我自己根據它這個paper的結論來說 就是 我希望我的重心靠近我的牙齒 越近越好 就是我所有的註冊點 所算出來的這個 數學上的重心 越靠近我的 要操作的地方越好 所以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 這個就是我實際上 建議的一個選擇方式 比如說我今天是要操作這一顆牙齒 好 那這顆牙齒就我圈起來這個 白圈圈圈起來的 那 註冊點的部分就是紅色的點 所以我要選 比較多的點 靠近我要操作的牙齒 然後再遠離這些地方 越遠越好 遠離 你的操作區域的 選少量的兩到三個點 那 這個綠色的點點就是它這個所有的 所有的註冊點出來的一個重心 所以當你這樣做的時候怎樣 你這邊點比較多的時候 重心就會靠這邊比較多 所以你要在 靠近你的 就是 靠近你的操作範圍的地方 盡量選 多一點點 然後再遠離你的註冊點 選少一點點 但是你不能沒有在 遠離註冊的 遠離操作區域的地方選點 那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會變成像上面這樣 你如果 就全部註冊點都放在這裡 那你 遠一點的地方就很不準 所以你必須在 靠近的地方多選幾個 然後遠離的地方選兩三個 所以 相對來講 我自己覺得 以這個結論 以這個paper的結論來說 就是 像這樣子均勻的分布 可能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好 均勻的分布 這個綠色點是重心 那這個重心 距離你要操作的地方 就比較遠 那我們希望的是這個重心 就你必須要有遠離的點 然後 重心要越靠近 你要操作的 要操作的牙齒越好 所以結論上來講 就是註冊點其實 互相距離越遠 的話註冊會越準 但是 註冊 操作的 操作區域要跟註冊點的重心 要越近越好 而且越近的話 準度越高 反之一然 就是 註冊 重心比較遠的話 就比較不準 所以我們結論上來講 就是要在操作的區域的附近 多設注冊點 然後在額外 再選擇 遠離操作區域的 就選兩三個出車點 所以這個大家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接下來到臨床的 Case 首先是看 Paper的一些內容 首先像這個Case 它是用導航的方式 做這一顆牙齒 可以看得出來 它上面本來就有 Crunch 所以它是用導航的方式 因為你今天如果在做 TrueCrunch的時候 如果臨床醫師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不好做 如果今天這個導航 有導航的輔助 就是可以去做 TrueCrunch的Endle 其實概念上也很接近 就是它先 選一個長走 你在 做這個導航的時候 就根據這個長走車下去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到 Cannail 另外一個像這一篇 它是 用這個導航去移除 也是十五框 一併移除Pose 它就直接把Pose鑽一個洞 然後就一樣是去做更管治療 然後像導航的額外應用 用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我舊的 舊的YouTube Channel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短 就是這些比較細節的Paper 我在以前的教學有講過 它一樣就是 你今天如果flap翻開 骨頭沒有露出來的情況底下 你會不知道鑽哪裡 導航的功能就是讓你找到 你先鑽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這個更頸手術 像這個是X-Guy系統 這是萬方醫院發表的一篇Paper 像這樣子的術是在我之前的 演講裡面都有提到 直接去做更間的切除 像這個是一樣 就是它更間切除的方式 就是會 留下一個圓圓圓圈 不過今天做的是超一波 也不是手術 所以這邊我們就 暫時按下不停 那它像這種處理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trefiber 直接 環轉 環轉一個 圓形把骨頭拿掉 它把牙根一併拿掉 然後做更頸手術 好 我們這邊先跳過 我們這邊看一下 像我們之前用的是X-Guy 像這個是我自己的Case 它是一個E6的根鍵併造 它有三個牙根 但是它只有診所處理的時候 只有處理 ParaTocanel 我就ParaTocanel 就先把Guy拿乾淨 然後 就拿乾淨之後 NB跟DB找不到 就去拍CT 所以這個是CT的影像 那Canael Operation 就是說它有蓋化 或者是說根管阻塞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 跑到Canael很清楚 但是NB跟DB基本上 你在CT上看不到一個洞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不好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像這個X-Guy的界面 我就設定了 其實我設定了三個 三個紫牙的 三個轉爭的 一個路徑 一個是NB 一個是NB2 一個是DB 那所以我就實際上 就是操作 那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像這個是 即時的影像 就是 即時的 我們在做導航的一個過程 那在操作的時候記得 就是雖然我們用導航 但是像沖洗 這個 顯微鏡什麼 如果可以用都還是要用 那這個時候就是可以看到它 我們在鑽的時候 就是用一個 比較長的一個Long Neck 然後去按照這個 它所設定的角度 然後去做一個鑽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就是 另外一個議題啦 就是說病人嘴巴張開張久了 或者是稍微動到 都有可能要重新去註冊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我晃到那個病人的Tracker了 所以我在進行一個 重新的註冊的一個動作 那剩下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我們Endo 可能都大部分都還是要上RobinDen 那這個時候 就是你要怎麼去安排 RobinDen的位置 你的Tracker要放在哪裡 這個就要想一下 所以重新註冊完之後 就是 我們會再try一下 就是看這個 它這個X蓋就是會 看這個中心的圓圈圈 然後去轉 然後就根據這個位置 就慢慢把它轉下去 好沒關係 那這個是 在Navigation的左邊 這個拍的比較不清楚 這個是在開始導航之前 那MVDB是沒有轉下去的 那在導航之後 就是把MVDB轉下去了 但是因為我轉一轉 我還是找不到 可能有的方向 所以 最後MV2我就沒有轉了 就覺得說 可能沒有這個必要 那這個是RCF之後的樣子 這個是 RCF之後的X光片 那 好那這邊是簡單看一下 這個是100的 這個是Auto Feature Registration 那它是說剛剛有講Auto Feature 就是在牙齒上畫 所以在牙齒靠著 然後這樣子畫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我在 有點好像在晃動 但是其實我不是在晃動 就是它是在畫 那畫完之後就是 就當然第一件是你 註冊完之後 第一件是你拿起來 對在牙齒上面 Check 一下你今天 導航註冊完之後有沒有準 就比如說你一放上去 它就戳進牙齒裡面 但是你沒有戳進牙齒裡面 這樣就不準 你就要重新註冊 那 所有導航 你在真的開始做導航之前 非常重要 就是你註冊完 在試的時候一定要準 你不準就不能開始做 你不準 一車就外掉了 就是它本來就外掉了 所以你註冊完一定要記得做verify 就是一定要確認你今天註冊的是準 那這邊它在我們在處理就是 它這個是一個 Case Bizio 肯尼爾也有概化 那 Distole Barcode 肯尼爾也有概化 那這邊就是在用導航 然後這之間底下是顯微鏡的影像 那去做一個 Locate Distole Barcode 那樣的一個動作 那等一下可以秀一下就是說 像現在可以做到說你把 顯微鏡的影像同時投影到導航上面 那在車的時候就是 因為 其實我們一般在做Andle都是會停下來 就是用顯微鏡確定一下 那這個是 車完之後的樣子 那它MB ML還有DB跟DL都下去了 那這個Case我還沒做完 這個Case我還沒做完 好 那之前我們有辦過啦 就是這邊是台灣有 位屬就是台灣全部有FDA的 認可的三家導航 一家是X-Guy 一家是NavyDem 一家就是今天用的E-100 那看到綠製的部分就是 它可以用Altra Sonic 那其實現在高一的話有 X-Guy跟E-100 那NavyDem的話在小港有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那為什麼我在旁邊放這個 就是 我覺得X-Guy的商品定位比較像蘋果 就是它比較高級 然後它 綁那個Nobel Biocare 就是 比較老牌比較貴的直體 然後它在操作上有一些hand piece 它就是你的手機必須是比較大牌的手機才接得上去 它才有轉接環 簡單說它稍微比較封閉的系統 比較高格調 比較貴 那NavyDem的話就比較像Android 就是 Android就是它Open System 你今天用什麼手機接都接得上去 那就是在一些 操作上 一些設定上 都比較開放 可以調的參數也比較多 那100的話我是放HTC 就是 有一種國產的感覺 你說精準度不差 然後 要接什麼hand piece也都接得上去 打開就是覺得操作介面好像 不是很人性化 很有 台灣的特色 軟體的 Human Interface 寫得比較差 就是說 有點反人類 但是好處就是 我們今天做什麼要求 那我們 想要更改哪些部分 這些都是可以 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說 需要一點時間 剩下的就是 其實以所有的導航來說 用來做紙牙都是綽綽有餘 在更管的部分我比較要求 就是我們在定這個紙牙的路徑的時候 比較希望它可以定得比較細 在X-Guy最細是可以定到0.5 那內密電是可以定到一個 1mm 那100的部分是最小 是可以定到0.3mm 不過我後來在用超音波 其實我覺得好像也沒有那麼需要再去定那個子體的位置 那以上是 今天的內容 那 就是 謝謝各位的聆聽 有興趣可以在 訂閱我的頻道 沒掃到沒關係 就是在YouTube打我的名字 就會找到 好 那今天講的比較短 那看各位同學有什麼問題 你今天說那個註冊 所以它就可以用到朋友 Trimper裡面 可以但是老實說我還沒有試過 你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需要重拍CT嗎 不用不用不用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比如說 你如果這樣 就 我上次在提這件事情 就是 我想要的是 像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但是對我們來說 根管的問題是 你看我現在所有的註冊點 都在 牙齒的表面上 但是其實我今天 比如說我今天要操作 4、5 好了 那我今天肯定有放下去 其實 像這些點 大概都在咬合皮面上 那我今天要操作的區域 其實是在牙根裡面 所以怎麼樣它開始遠離我的註冊的重心了 所以其實我希望能 註冊點是可以放到 比如說就是剛剛有提嘛 這些註冊點要靠近我的操作區域 但是我的操作區域在這裡 我這些點定好之後 我想要選一個 遠離我的操作區域的地方 比如說這裡 就是比如說我的蝦鱷骨的 whatever 就骨腳 就是 我希望用這些註冊點 把我的操作區域包起來 我要選一兩個 就是比較遠 但是問題是 通常我們在註冊點都是註冊印組織 所以我們沒有 在這個根管往下的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被註冊 所以像剛剛自己的意思提了 就是 比如說我鑽到哪邊 我希望在 這附近 在我的根管附近 再找一個換註冊點 再去註冊 所以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找 比如說我今天做的是Molar 那就找一個 pop transfer的地方 那 在這裡面設定一個註冊點 然後你去點那個點 但是pop transfer 它就比較平嘛 所以其實你事實上 比較難找到一個 比如說 我們在註冊 我們都會選 Cast Tip 要不然就是 Forset 就是 特別突 或者是特別 out 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點的時候 就是 你會點在 你在軟體裡面 點那個點 然後在 在牙齒上面 點那個點 這兩個點 會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會選 特別突 或特別out 那在根管裡面用 問題就是 有時候找不到一些 特別突或特別out的地方 所以 可以點在Orify上 蛤 可以點在Orify上 但是你讓它會陷進去啊 那Orify你要定在哪裡 當然可以 所以你這樣子問 我覺得 應該是 這樣子 一個不錯的討論 就是像這樣子問 比如說你在open之前 你還沒拍CT 那你open之後你找不到 你也許可以考慮在 你找不到 或者是在 就是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測一個notch 測一個小小的notch 然後 看你要不要放 看要不要放 VitaPay 要放或不放 你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這個notch 在那裡之後 再去拍CT 那你到時候註冊 你就可以用這個notch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想法 像 像我上次提的那個 就是在根管裡面 找註冊點 這些事情 我還沒有實際上執行 來你可以做做看 你可以告訴我答案 好 對 要看其他同學 有什麼問題 就是 這個議題應該算是比較深啦 就是 阿階也講得比較 籠統一點 想要問這個 就是如果今天要是 操作牙位是 7的話 你出車點大概會 想要怎麼訂 這個就很難 所以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 就是 我覺得以一個 空間上的概念來講 就是 我想要讓註冊點 把我的操作區域包住 但是你講的是7 他後面就沒有東西 所以我就問你他有沒有8 有8就比較好 沒有8的話 我覺得 我一直在想 可能可以考慮 在某一些區域上一點麻藥 然後用商定的方式 就定在骨頭上 就是找幾個骨頭比較凸的點 你打完麻藥你戳下去之後 其實他也就是一個pin point 就是他 就是有點像被真戳了一下 其實回去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這些 是我覺得 之後再用的時候 可以考量的地方 或者是你今天是做手術的話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在想一下有沒有哪一些地方是 但沒有啊 就身體上一組織突出來的 就只有牙齒跟 跟指甲 沒有別的地方一組織突出皮膚了 對不對 對所以 大概就剩這些方法 或者是找什麼 Ascending Remus 某一個地方 但是你要點到那個點 你又不知道在哪裡 就比較難 那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想法可以講出來嗎 我覺得我們自己在想其實都會有一些盲點 是 因為這樣聽起來是 我在手術前設定的點 我是不是可以在手術中去改換 就是你可以導越來越準 可以 你如果Flap翻開 你有找到一些更適合的 Landmark的話 可以越導越準 導航的好處就是可以修正 就是你導航 你註冊完 你摸一摸 就是導航註冊完 你就可以 即時的知道 你註冊完有沒有準 當然你可能 就翻翻開Flap 再註冊第二次有可能會更準 那像導板就是 沒有辦法 你印出來 他就是當下是沒有辦法修改 那我們就開始 喂 有問題可以再問 還有